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人能以无私和无条件的方式给予爱对于其他人造成的影响 那些被授予的人是巨大的 在任何两个人之间有爱形成维系 并得到加强的关系力量强大且拥有最大的凝聚力 如果他以互惠的方式彼此分享 能以更轻松且快速的方式疗愈过去的伤害和创伤 当爱被给予时未能得到同等回馈 一种不平衡会随即形成 对其中一方或是两方参与者 都有可能造成伤害或关系破裂 这也说明爱有许许多多的层面 但最高爱的振动总是来自于心 它连接宇宙间的所有万物 也连接造物主的光和圣爱 当一个人感觉到和宇宙的连接 他们便能接通这无限巨大的爱 为他们所用 即便这并非来自与他们直接互动的源头 如果他们以任何方式丢失连接 将会感到孤独 也就不能使用宇宙 为他们准备的无限资源 无法从悲痛 不幸和痛苦中返回 心轮的颜色是绿色 这是有原因的 当爱被感受 或是从一个人的内心送给另一人 以心交心 疗愈会随即发生 如果一个人 因为爱 受到情感上的伤害 或是源于他们童年的体验和经历遭受虐待 当他们真正去爱并原谅自己时 因爱而生的最强大疗愈力量也能出现 而这最强大疗愈能量的初始之地 便是来自心 心轮 拥有能力延伸他的能量 把身体所有其他脉轮 都含那其中 如果算上你们身体全部的脉轮 其数量超出300还多 当一个人总是以他 他的内心空间作为 其行为的基本操作 他们的振动将提升到相当之高 他们流露出的能量也将自然而然把其他人吸引过来 一个人 如果只是受制于头脑 任其左右 就很有可能遭到其他人的排斥 这是因为 他们的振动基于小我和自私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焦点集中在内心空间 经常感恩 而非总是埋怨或后悔自己所措施的好事 这时 这个人便是与宇宙的吸引力 法则处于校准和对齐 让一切美好都像他 他敞开 爱吸引更多的爱 因为心轮的作用 使得此人操作在宇宙之爱的层面 频率的校准也处于完美符合 一些人会自然而然的根植于他们的内心空间 这也许是因为 他们已选择成为一位引路人 为其他人展现道路 或者是他们自然的天性 而对于更多人来说 把焦点集中在爱 而不是尘世的戏码 就必须精力学习和练习 只是除非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事方式 在做之前能先三思 对于种种尘世戏码清楚认知 且不把自己的需要置放在对他人利益的损害上 除非能做到以上 真实的改变不可能发生 还有一些人则可能根本不愿醒来 但纵观你们的世界 放眼望去 有更多人正处于觉察自己的状态 他们看着周围 开始明白自己的有爱或无爱 对其他人有着怎样影响 当生活在人类更大集体的生存状态 他基于小我驱使并受其诱导 在这样的世界中 要时刻处于你们的内心空间 从爱的角度看待他人和事情 就并非总是那么轻松简单 记住 你们身为人 注定要学习课程 也不会要求你们 凡事都能正确无误 不过 一旦你能够清楚知道你的想法 创造你的现实 你的话语和行为 影响着他人和你周围的世界 那么改变就会发生 因为你会开始掌控 与调和自己的行为 当处于压力或尘世戏码时 你会适时调整自己与他人的互动 和你会做出的反应 知识和觉知 都是为改变准备的强力工具 你们都能运用它们 改变你们的现实 和围绕着你们的世界 当你们开始这普遍存在的 头脑中的顽皮猴子游戏过度反应 过多担忧或极度困扰时 停下来 深呼吸 同时把你的觉知 带入到你的心轮 把出现的问题观想为某种色彩 并对你自己说 我已准备好知晓答案 而它必然在爱的引领下获得解决 随后 放空你的头脑 安静地坐落于 圣爱与觉知的能量中 很快 答案会自然而然 为你呈现 如果你感到非常气愤 也让你的意识下降到你的心间 深呼吸几次 你会很快平静下来 而愤怒的情绪也会过去 一颗破碎的心 表明一个人曾是付出了深爱 且无条件的给予信任 如果承受他们爱的对方 回馈了对等的爱 却不幸事事 这份悲痛的心情最终可以化解 但对此人的爱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 如果当爱真诚付出 却被对方破坏彼此间的信任 或是并未全心全意地回应这份爱 这时悲伤会夹杂愤怒 同时会因一开始和对方建立的亲密关系 也懊悔不已 甚至是企图报复 一颗心只有被引入歧途 才会导致如此低震动的感受 这会让一个人陷入一种死循环 而这种循环和爱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 对于这样的问题 宽恕会是解药 因为它会让你获得解脱 并允许你继续向前 朝向真实之爱的领地 总是对过去耿耿于怀 永远无法成就你的未来 亲爱的朋友 放手伤害 放下他人对你造成的过错 可能是最困难的课程 却可以带给你最大的成长 爱永远是最后的答案 它疗愈伤痛 化解关系上的问题 解决冲突 并对过去的纠缠予以放手 聆听你的内心 亲爱的朋友 且永远记得爱的所有最伟大品质 都必须先从你自己开始 满则意爱极者 方能爱人 我是大天使麦克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Rand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